民生理福德公在8月27号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并把普渡贡品1000斤百米和100份物资 捐赠给弱势机构以及贫困家庭 希望能够传达宗庙信众的善心 也让社会更加祥和温暖 农历7月20 民生理福隆公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连带周边社区的店家也都在这一天一起普渡 整个中山市场商圈特别热闹 而福隆公也将在普渡法会结束后 把上千斤的百米和上百份的普渡贡品 捐赠给弱势机构和贫困家庭 这些弱势团体比较清函的家库 现在我们依据的是这个 我们策划筋的米 这个正德 正德佛堂 他们都给你祝福我们这些三星人士的贡献 所以说我们有准备这些 但是这些公平的 就报了 报了的公平的 我们也是要赞助其他 比较弱势团体 还是这个商务中心 还是我们这些 需要我们就送一些贵的地方 在法师带领之下 福隆公管委会的委员和卢主 以及社区的信众浅诚参拜 也准备了丰盛的物资 敬奉各路神明和好兄弟 希望可以保佑社区平安胜利 疫情尽快消散 让商圈的店家都能够生意兴隆 借旅会幻视报导